中国文化古迹遍布所有省份 从这些景观就能领略到 神州壮丽的自然风光和古老文明 近来 位于广西省的花山岩画 就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这块历经千年风雨的岩画 记录了2000多年的祭祀场景 成了探索花山千古之迷的依据 随着这块岩画深移 也填补了中国在岩画类遗产的空白 左江花山岩画历经2000年的风吹雨打 分布在左江和支流明江 上游到下游全长105公里 共有4050幅大小布衣的图像 唐大的珠红色岩画与青山碧水 构成了左江独特的文化景观 其实 岩画绘制的年代 可以追溯到战国到东汉时期 相传落月人在这块陡峭的岩壁绘制岩画 是为了记录当时的祭祀场景 不过以当时的技术 他们是如何突破高度限制 甚至制造出不退闪的颜料 还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它跟其他研发不一样 它表现的并不是生产生活的那种场景 而像我们这个壮族 在逢年过节 进行了一个祭祀的一种场面 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确认它 是在做祭祀的一个场面的记录 正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 第40届世界遗产大会 在审议后已经表决 将花山岩画列入名路 至今中国已经有48项世界遗产 文化遗产多达34项 位居世界第二